翻唱?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愛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輔昌 美国和澳洲这两个英语系国家 最近不约而同发生了都会大火 让锦销人员和当地居民大惊一场 而印度即将在4月7号举行国会大选 安全单位是上井的发条 不充许发生任何意外影响选举 但是以推翻印度政府为目的的暴力团体 毛派组织却大胆的枪杀印度警察 使得安全局势迅速升高 印度政府要如何应付值得观察 而北非的摩洛哥 正在举行两年一次的艺术大展 参展的内容相当多元 吸引了很多民众参观 而法国巴黎的精神标志圣母业 已经有了760多年的历史 今天我们要详细为您介绍 这座庄园教堂的特色 以及装上LED灯后会有什么特殊的效果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纽约和雪梨的都会大火 纽约东哈林区发生了老旧公寓爆炸意外 现场为在一条铁路干道旁边 造成进出中央车站的列车全部停止 爆炸的威力造成两栋大楼倒塌 6人死亡64人受伤 而在澳洲的雪梨也发生了重大的火灾 位在市中心的一处大型工地 已是电线走火而引起这场大火 警方紧急疏散了2500人 部分公路和高速公路也一度封闭 交通瘫痪一直到深夜才恢复正常 一大团一大团的浓烟 不断从两栋坍塌的五楼公寓现场冒出来 纽约东哈林区公园大道金船瓦斯爆炸意外 受伤的民众有的已经带上呼吸器 有的头部爆炸绷带 被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今天纽约9.30am 有一个大爆炸 破炸了两个建筑 爆炸是基于电池爆炸 空拍画面看到纽约市的上空 不断冒出浓浓的白烟 附近公寓的居民仓皇逃生 并且用毛毯把小孩包裹好 出走的居民和警消救援人员 每个人也都戴上了口罩 纽约打火兄弟出动起重机 从制高点拉起强力水柱灌旧倒塌现场 这次的瓦斯意外爆炸威力惊人 当时几条街以外的居民都听到像是炸弹爆炸的声响 居民节后余声 回忆起意外发生当时 遮风避雨的家竟然变成了灾难的牢笼 还是非常激动 警消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从两层楼高的瓦码队当中搜寻是否有人生还的迹象 红十字会也紧急联络慈祭志工 在学校体育馆提供协助 红十字会跟OEM在这里PS57设立一个急救中心 在这里的话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来复卫这边的 就是那个建筑里面的一些我们称为灾民 但是我们都称他们为client就是我们的感恩户 在过去数十年当中 倒塌的建物也出现多项建筑法规的违规记录 包括没有烟雾侦测器 以及防火逃生出口被封住的问题 在南半球的澳洲 建商把水梨海滩城市发烂加鲁 如火如荼打造成小杜拜的计划 因为一场工地大火也面临暂时停摆的命运 澳洲首都雪梨市中心的一处大型工地 12号下午疑似因为工人焊接意外 让火苗从工地地下室开始延烧 树层楼高的起重机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所以紧急疏散火场周围2500人 附近的市区公路以及高速公路交通 一路瘫痪到深夜 火灾当时温度一度上看摄氏1000度 直到晚间才下降到摄氏45度 手上拥有全球500个建案的建商 发生工地意外已经不是头一遭 在火灾意外之后 工会也要求重新检视全雪梨的消防安全标准 期待在城市建设发展之余 能够带给市民一大的保障 在纽约和雪梨这样的大都会发生火灾 真是很危险 好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移到印度 来谈谈印度毛派组织杀井事件 毛派组织是一个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地下暴力团体 他们相信 他们相当拥护毛泽东所标榜的 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 因此常常制造政治紧张 谋杀政治人物和军警人员 而毛派组织的活动范围也相当广泛 在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 都有毛派组织 当然在印度也有毛派组织 他们的目标是要推翻印度政府 自从2004年9月21号成立之后 就不断的招募新血扩大势力范围 估计目前已经拥有9000到1万名士兵 6500多支枪炮 具有相当可观的战斗力和破坏力 是印度政府极力扫荡的恐怖组织 根据印度媒体的报导 印度毛派组织将在2050年以前 发动武装攻击推翻印度政府 让印度成为奉行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国家 下个月印度就要举行国会大选 当然这是印度毛派组织 遂行推翻印度政府计划的大好机会 因此在许多地方都传出了 毛派组织犯案的消息 其中之一就是在印度中部 恰地斯加尔省的杀紧事件 当地的安全部队遭到毛派组织的攻击之后 双方枪战激烈 至少造成20人死亡 印度内政部立刻对20个省份发布命令 要严加提防毛派组织的攻击事件 印度国会大选在即 治安这辆起红灯 在东部的恰地斯加尔省 一批由军警组成的车队 在丛林里清除地雷时 遭武装歹徒伏击 军警错不及防 慌忙接战 差点全军覆没 安全部队伤亡惨重震惊印度各界 媒体纷纷前往警局关切 要求主事官员检讨 这起一年来 最严重的反政府袭击事件 凶手是毛派分子 他们成立40多年 腰钻的游击战术 让战力强大的印度军方 始终无法叫除 中国之外 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 常常自称为毛主义者 从1960年代 毛派这个说法开始广泛流传 而各国政府与媒体 也用毛派分子 称呼支持毛泽东 是共产主义的人物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 都强调阶级斗争 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在全球各地建立共产社会 而聚集的方法 就是鼓吹最贫穷的农民 起来夺权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 接着用武力夺取城市 世界各地的毛派武装集团 都奉行枪杆子出政权 毛派成员遍布世界各大州 越是贫困环境 越人多是众 例如拉丁美洲的光明之路 光明之路 是由秘乳共产党分支出来的 游击队组织 从80年代起 时常以暴力侵害农民 及工会领袖 绑架杀害官员 是各国眼中的恐怖组织 1992年 秘乳腾森政府 在美国中情局协助下 勤获首脑古兹曼 活动才逐渐减少 在贫困的南亚 尼泊尔 孟加拉 印度等地 毛派武装也很活跃 特别是尼泊尔 当地毛派武装 甚至从叛军 收编成官军 合法化以后 改名为联合共产党 变成尼泊尔议会 最大在以势力 而印度毛派团体 约由一万名武装人员组成 印度毛派专门锁定 政府与警察部门 发动袭击 民兵盘踞在偏僻的山野 不时伸出黑手 单单2004到2009 五年间 印度毛派就肇事 超过一万次四千多人死亡 最近印度毛派更公然宣称 要在2050年以前 努力夺权 内政部无作针毡 对20个省份发出警告 要求严加防范叛军活动 就怕有心人士 在人潮汹涌的选举造势场合 痛下杀手滥杀无辜 接着我们来谈谈 正在摩洛哥西南部古城 马拉卡斯举行的双年展 这个两年举办一次的展览 已经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今年的展出内容相当丰富 从静态的文物展 到动态的音乐舞蹈 总共有五百多项 让人目不暇击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位装置艺术家 用当地的垃圾填满几个房间 就摆在展场上工人参观 目的就是要让参观的民众 能够产生注重环保清洁住所的意识 进而改善环境 这种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实在值得推广 所以从展出的主题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的展览 从重视环保到保护古迹 不仅作品多彩多姿 而且有巧妙的 从各个层面提供参观者 寻视的机会 这项展览将一直持续到三月底 有兴趣的观众 也可以前往一窥就近 弹着弦琴 敲着铜锣 音乐家的手从墙壁的洞洞里伸出来 看起来有点吓人 却很别出心裁 吸睛效果百分百 摩洛哥古城马拉卡时 举办的双年展 每年都吸引许多游客和艺术家 今年的展出特别盛大 内容五花八门 从静态的展出 街头表演到影片都有 超过五百的艺术品 近五十个由艺术团体进行的 异展计划 这个看起来像是垃圾场一样的地方 就是其中一项 年轻艺术家想要提醒大家 反思我们自己居住的环境 每一项展出 都是艺术家表达自己理念 挥洒的空间 像是这个宏伟的建筑 赫赫有名的巴迪皇宫广场前 一个庞大的装置艺术 看起来就像是弓箭 艺术家想要传达的讯息 就是对古城文化的致敬 马拉卡石曾经是16世纪 沙丁王朝的首都 这个城市的名字 原本就是无可比拟的意思 这所皇宫就是沙丁王朝时期建的 是过往辉煌时代的象征 数百位艺术家 就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古城 各展所长 在不规则的木材中 穿插各种材质和形状的物品 艺术家获为解释 自己想要传达的理念 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从微量到微量 每个系统都有 包括社会 所以如果想要这些东西 是一个祝福的宇特派 系统会完整一样的宇特派 文化气息 除了说马rakesh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它变成了一个很游戏的城市 我认为你需要艺术 你需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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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 双年展 透过各种表演方式 让大家从环境 文化 观光 各个层面 来思考 来感受 主办单位也期待 引起更多共鸣 让马拉卡石 成为古典与现代 兼容并蓄的美丽城市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伟大的圣母院 圣母院坐落在巴黎 西地岛上 1250年完工之后 就一直扮演着宗教 政治和文化中心的角色 Nordedham 这两个字意思是 我们的女士 指的就是圣母玛丽亚 她的雕像就出入在 圣母院大门的正中间 由此可见 圣母院是一座天主教教堂 圣母院除了是 巴黎最具代表性的 名胜古籍之外 也是法国 丈量全国各地里城述的起点 因此也被认为是 法国文化中心 在建筑风格上 圣母院是属于哥德式建筑 销售高丛的外观 颇有直冲天际的感觉 而四周 绰绰绰绰绰的尖塔 营造出一种奇妙的天堂世界 教堂内 细长的圆柱 环绕成树柱 让尖热宫顶 撑起陡峭的屋顶 而墙壁则是 镶满着彩绘 玻璃 让光线映着颜色 撒进教堂 创造出明亮的积分 而洋葱式的门窗上 站立着圣君人物和动物的雕像 每步伸松 而在政治上 这里也是法国国王 加冕典礼的所在地 总共有24位国王在此加冕 其中还包括了拿破仑 圣母院除了这些政治和宗教的光彩之外 也有相当的历史和文学意义 各位应该还记得 英法百年战争中 圣女贞德就是现在 先在这里被处死 然后又在这里被平反 而法国大文豪 于果笔下的中楼怪人 就是以圣母院为背景 而圣母院和其他大教堂一样 都有一座造教不菲的管风琴 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位终身子的管风琴大师 他们的地位是相当崇高 当然圣母院是巴黎的观光圣地 因此为了营造灯光效果 吸引观光客 圣母院内部也是相当讲究照明设施 而为了节省电力 最近将400颗旧型灯泡 改成LED灯 用电量大约可以节省80% 但是仍然不影响 这座庄严教堂的光彩 法国圣母院是巴黎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更是许多游客的必游景点 光是在2013年 就有1300万人次参观 平均每天超过3万人 许多来访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现在不论是游客还是朝圣者 会发现许多过去暗摸摸的地方 如今可以说是大放光明 2013年欢庆850周年的圣母院 今年全面改善照明灯光 新的照明设备 是由一家荷兰公司所提供的 便新灯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扫除过去的阴暗角落 高高悬挂的华丽吊灯 装的都是LED省电灯泡 彩色玻璃窗户 一整天不论何时 看起来都美轮美奂 超过400个LED省电灯泡 用电量大幅减少80% 这些灯泡每天照明10小时 最长可使用13年 而且至少10年内不需要维修 整个照明系统有好几组 都是照着圣母院员工的需要设计的 如果有特别的场合 灯光还可以调暗 对于最注重光线的摄影师而言 很实用 摄影师说 不仅要表现出圣母院现代化的一面 而且也要让人感受到 800多年前 刚落成那时给人的感觉 也因为有了新灯 许多修复的著名艺术品 让人看得更清楚了 圣母院的大家长很满意 新照明新体验 游客也相当惊艳 这种变化是非常感兴趣的 这种变化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这种变化是非常非常高的 甚至我们也没有太多 因为我们可以来看看蜡蜡 这是一种最美的东西的东西 圣委员是历代法国国王加冕之地 也是巴黎人的骄傲 宏伟德哥德式建筑风格更具代表性 如今新的照明设备将更画龙点睛 衬托出他的美继续见证历史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脈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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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彅员